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药叫石榴合剂 这个药是清源必备的 基本上每一个花园果园都必须要用到 为什么这个药必须要用到它呢 它的作用是清源 清源就是我们种植这一年 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病菌 一些害虫虫卵 通过它一下清爽而光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它是非常高效的 所以用石榴合剂需要几个点 需要大家注意 第一个它使用的时间 建议大家最好是等到白天的温度 降到10度以下的时候 我们来使用 因为温度高的时候植物没有休眠 还在生长很容易灼伤 像这些木稳植物 我们就看周边的树 你看就落叶了枯黄了 月季也不长了 铁蟹脸叶也黄了 球球叶也黄了 这时候你就打多少倍 50到100倍就可以了 高浓度 打的时候整个植株通体 叫做全方位无石角 地面花盆 全部都要打到 甚至连你的狼架 周边的墙体都打到才好 杀面干净 草花呢大家要注点一 比如说像铁筷子 然后花毛羹 脚紧 我们在打这些的时候 千万要避开它们 因为它们还在生长 地片比较又嫩 打上容易灼伤 这些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石榴合金还有一个 它很容易解块 但并不影响药效 我们在拿到的时候 先放地下用脚踩一踩 后拿硬动去敲碎它 然后再兑水去喷就好了 石榴合金是个结晶体 它太容易溶解 我们可以先用30度以上的温水 给它化开了再兑 效果会好 虽然说我们是要求 它在冬天去打 就是天冷的时候再打 但是你尽量挑一个晴天的中午 加热的时候去打 效果是四半公倍 入秋落叶之后打一次 冬天打一次 春天发芽之前再打一次 打三次 你上半年的花园里面 基本上就是干干净净的 再提醒一下 石榴合金是有一种味道 硫化物的味道 所以说远离小朋友 戴好口罩 我是天狼 有用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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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芽